园林市公所今天在园林公园举办113年度农机补助计划验收活动 吸引众多农民参与 并同步宣导流离以防治及资源回收 园林市公所主任秘书赖冠宇表示 自103年实施的小型农机补助计划已历时11年 并在今年补助200台农机 总金额达60万元 有效减轻农民负担 促进农业生产效率 展现市公所支持农业发展的决心 江先生副主席和各位代表 对我们园林市公所预算的支持 小型动力的农机补助一台 是我们可以补助最高是3000块 园林市市民的农民们可以两年来申请一次 当然这几年申请下来 那当然市公所也感谢我们这些农民来申请小型动力农机 因为小型动力农机可以让你们 比较省时省力又成功 自己都要来处理 当然这几年 园林的农产品也是感谢各位农民的一个辛苦栽培之中 所以公所这边不管是小型动力农机的一个补助 还有我们农药的补助 还有套袋的补助 还有肥料的补助 都是为了说能够让我们园林市的农业发展 能够更经济更加生产的一个旺盛 那当然大家也知道说 现在台风要来了 这几年因为台风的因素 像上次的凯米台风 还有今天这个山头尔台风 预测都有可能会对我们农业有一些的损坏 那当然如果说真的有相关的农损问题 那彰化县政府也会在我们议员这边 全力在读出彰化县政府这边 给大家一些农损的补助 那我们农金客这边的同仁 也都会在第一时间做一些公告 那当然这几年 市政很多推展 也要感谢代表会这边的全力支持 那很多活动说真的 也希望能够让园林 变得更加宇居的城市 那刚刚我们清洁队 其实做了那么多的宣导 大家也知道说 其实现在环保政策 跟大家习以相关 特别是刚刚讲的 那个农妖冠 希望还是能够三冲三洗的一个使用 能够让大家 能够对环保做得更好 大 谢谢各位 好好好 我再喊一次 還帶回家的高侠收持這個蚁蚊 這個蚁蚊是職的 全民生的螞蚊 你現在噴下去後 它一收變十收 所以它的繁殖力很快的 所以要放各位就是千萬不要用我們來公所女兒兵 我們立志村鄉的蚊子 賽洛林這種的 你越噴高侠越多粗 所以其實最小的就是要用耳朵 主要是你們家如果家裡有些稅功 可能比較欠差的 你把老家做給兄弟 這個可能都要穿著 到那裡說說危險以往 你這個不穿著 你高侠怎麼穿高侠應付的 高侠儲蓋簡單來說 像我們常常在修用的 像台湯桌 或是髮膠噴霧 它只要想到在栽培 噴的 都叫高侠儲蓋 這款東西 麻煩各位同學是怎樣 要先擺進之後 單獨回收這樣 欠缺說 如果它等到本舍車裡面 售餘的不穿是很危險的 要分開來做回收 彰化人彰化是記者林明佑採訪報導 音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